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今天将来解说资讯量爆炸 充满神秘谜团的人物 卷锁 他一手策划的涉骨事变与死灭回忧 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他除了伪装成下游截 又扮演了哪些人物呢 我将会用时间轴带大家看看 千年以前他的所作所为 在影片的最后也会解析 卷锁与两面素挪之间的关系 那内容涉及超大量的剧透 还请斟酌观看 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我将来解说 卷锁千年以前做了哪些事 并且在影片的后半段来推测 他引发这些恐怖事件后的 整整阴谋 在距今一千多年以前 卷锁就已经诞生于世 他与两面素挪经历过同一个时代 一直以来卷锁都有着恐怖执着的愿望 那就是创造出超越人类 术师、咒灵的全新物种 为了这个计划 他开始与许多术师定下了契约 其中包含了诅咒之王两面素挪 与藤原市暗杀部队队长 侮辱亨子等等 并且卷锁取下他们尸体 所形成的咒误 打算让超过千名死去的术师 得以重生 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死灭回游 但因为时间走的关系 等等才会跟大家解说死灭回游 卷锁为了这个恐怖的夙愿 必须得到更长的生命 他甚至能使用充满谜团的禁忌术室 就是将大脑移植 转换他人的肉体 这时的卷锁不仅能够使用这幅肉体的术室 更会继承记忆与个性 追溯到目前已知最早的肉体 就是明治时代的甲茂献纶 卷锁对于人类充满无限可能的好奇心 驱使它将有着特异体质的女子 将咒铃与自己的血液融合 最终诞生出了特级咒物 走胎九项图 就当这些咒物得到了肉体 上相坏象与血图就成为了特别的存在 并不是咒铃与术师 更不是人类 当然这些仅仅只是卷锁的实验品 直到了现代 卷锁不断更换身体的同时 其中一个身份就是加入虎藏家的短发女性 她的小孩虎藏幽人 有很大的可能就是 卷锁为了研究能吃下特级咒物所生下的容器 另外一件事 卷锁也正在同步着手 那就是对有着不死术士 最强大的结界术师田园下手 因为这个部分的剧情 漫画几乎都以文字带过 尽管重要 但相对抽象 也让人感到无趣 所以我会快速带过 并且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事实上因为天园这个人物 拥有涵盖日本最强大的结界术 他活了数千年 甚至比卷锁还要长的时间 因此他称呼卷锁为 那个孩子 拥有最强结界术与长寿的天园 能够用上帝视角 窥视所有日本境内 所有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所以他的结界术就以高专合作达到立刻支援的作用 维护着日本咒术界的安定与和平 这就是天园让咒术界备受敬重的原因 但他尽管有着不死术士 却依旧还是会老化 所以天园每个五百年就需要新疆体来同化 维持人类的模样 否则将会进化成为超越人类的物种 这个进化对于全日本人来说 是好是坏不得而知 最糟的情况可能导致守护日本的结界消失 不过卷所就是想利用天园的不稳定 来达到天园与人类同化 创造出超越术师宇宙灵的界限 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无肉体的周立生物 但是每五百年的一次机会 却继练两次都被如同天敌的六眼所阻止 就算杀掉刚出生一个月的新疆体与六眼 他们却依旧会在童话的那一天出现 从此之后卷所放弃的杀掉六眼 取而代之的就是缝印 当时间到了现代西元2006年 英国的齿轮却被天宇宙服的浮黑圣额所破坏 以及新疆体被杀害宇宙灵超速的现身 最终再加上五条五 没有将下游杰的尸体给高砖火化 这让卷所如同顺水推舟般得到需要的一切 2018年卷所成功转移大脑 得到特级诅咒师下游杰的身体 并且开始接触特级骤灵群体 他们的目标是杀光主宰地球的人类 两方尽管理念不同 却都有着除掉五条物的目标 他们也想将两面宿挪成功复活 让世界回到诅咒横行的咒术盛世 不过这看似合作的关系 卷所却心怀恶意 不仅山洞落湖袭击五条物 更是将这些曲曲骤灵 当成自己实现目标的工具 首先就是让真人与宿挪接触 测试诅咒之王的状态与想法 接着收集了将近十根 束挪着手指 卷所最令人畏惧的 除了那深不可测咒术的知识 更强大的是掌握人与咒铃的心 它甚至让操控机械丸的语性集 成为了内应 更与诅咒师们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 最终卷所准备了数年 为了封印五条物的计划 将在2018年10月31日 于色谷展开 首先它放出无数咒铃 用上百条人命作为妖邪 成功将五条引入了地铁站的陷阱 这时肉糊花语与杖像 以人类为盾牌 和最强术师五条物展开击散 就当五条发挥权力而分神之时 卷所使用了特级禁物 羽门江 在五条物的眼里 出现的却是 去年亲手杀死的好友夏尤杰 那些青春回忆 与痛苦处决 无同历历在目 这达成了暂停脑内 一分钟的封印条件 这一刻现代最强术师五条物 被彻底封印 五条最终奋力呐喊好友的名字 夏尤杰的身体 却不受眷所的控制而动了起来 这个画面与树挪被虎杖 抢回身体的那一刻一模一样 这个微小细节 让人以为夏尤杰能够死而复生 不过事后作者已经明说 这只是如同昆虫死亡后的抽动 也就意味着夏尤杰确认死亡 不会回归 事上夏尤杰与圈索尽管使用同一个身体 两人也都是咒术回战最大的反派 但他们的形式作风与目的却截然不同 夏尤杰从无止境浮出诅咒的道路领悟出 沙皇非术师猴子的真理 从作者描绘出的形象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残酷邪恶的表情 真心表现出夏尤杰对于人类的憎恨 但圈索却始终保持着沉闻冷静的态度 除了偶尔阴险狡诈的微笑 几乎不曾让人明白他的性格与情绪 这些可能都是对于自己实力强大的自信 以及活活百年情绪上的麻木 卷所始终躲在暗处 不被高砖发现 让咒林与诅咒师实行自己的计划 不过在涩谷事变的尾声 他却主动现身在真人与虎杖的战场 他对虎杖使出一级以上咒林的术士 大年与所造成下坠的引力 失去重心的虎杖直接摔倒 这时卷所开始说明自己的术士与咒林的能力 拥有无数一级以上的咒林 就如同有着上百种术士 能让对手无法找到有效的克制方法 这时败给虎杖咒利所胜无极的真人 事实上他早就知道 夏尤杰只是想要利用咒林们 迟早会将自己与其他伙伴纳为己用 就当真人偷袭差点触碰到夏尔杰的身体时 卷所却使用出咒林超速将真人吸收 直到现在咒林们依旧不晓得 使用这个身体的是卷所 尽管咒林杀害与吃了许多人类 但最邪恶的依旧莫过于人类 这一刻京都高中的学生与老师抵达 不过卷所始终游刃有余挡下了所有的招式 素挪的部下李梅也赶到了战场 太惊人的兵直术士 将在场的咒术士赶尽杀绝 这一刻特级咒术士99游击抵达 他不仅瞬间化解了李梅的招式 更是在场唯一能与卷所实力相当的人物 两人的对话也揭示了卷所的真正目的 他第一次出现低头若有所思的举动 卷所说出想要明白人类、术师、咒林的可能性 但自己创造出的 始终受到无法突破的自我限制 答案就在脱离自己手中的 混沌中闪耀黑色光芒 其实他这里说出的台词非常隐晦难懂 大家可以理解成疯狂的术师想要成为神 亲手创造出全新的人类物种 这一刻他使出咒林超速及之番漩涡 这个招式原本是抽出咒林的咒力 并且压缩成大炮输出 但卷所则是抽出咒林的咒术加以利用 他利用了真人的术士无微转变 改造了之前标记过两种人的身体 第一、复活过去的术师 他改造吃下咒物人类身体的强度 使他们能够承受咒物的力量如同虎杖一样 并且同时解开咒物的封印 千年以来卷所精心挑选 并且缔结契约的术师将会重生 总计一千多名 另外他们都继承了容器的记忆 所以这就是他们能够明白现在科技 不至于产生惊讶与混乱的原因 第二种让一般人类成为术师 就像真人改造顺平的大脑一样 将那些天生拥有术师 却不会使用咒力的人 卷所改造了他们大脑的结构 让他们立刻就能使用术师 事实上与卷所缔结契约的 不只有术师 甚至就连咒灵也是如此 最终无数咒灵凭空涌出 卷所就带着封印五条物的玉江门 亲口向虎杖幽人说 改天见咯 我很期待你的表现 以及心中暗自对着术挪说着 要开始了咒术全盛旗的平安盛世 卷所是能够自如运用结界的强大术师 他将这些被改造的人类 分配至全日本境内的十个结界当中 这也就是接下来的新篇章 死灭回游 不过我先来说说死灭回游的真正用意 事实上这些被赋予改造大脑的术师 必须在时间内进入结界 否则将会死亡 并且抵达结界内的十九天 分数没有变动 同样也会丧命 规则是杀了人类得到一分 杀了术师得到五分 卷所就是利用结界内术师的咒力 推动十个相连的结界 最终历时两个月的时间 将所有日本人渡往彼岸 这个台词很抽象难懂 但简单来说就是对一般人施加诅咒 最终卷所将找出天原 并与人类同化 创造出超脱术师宇宙灵范畴 存在于日本任何角落的宙力生命体 接着就来说说关于卷所的许多细节 世上卷所在日本是佛语 卷在日本与中国则代表不受的王子 佛菩萨将会用卷 摇起饱受痛苦的云云众生 所意味着佛菩萨 手拿着绳索束缚邪恶 简单来说 卷所的意思就是慈悲救济 说到佛教更是真实存在着 不空卷所观音 象征着观世音菩萨 以慈悲的卷所 救度化导众生 作者借鉴老师 可能就是参考菩萨为原型 并且这个神明 有着许多脸与手的模样 说不定和两面素挪 有着不平凡的关系 另一方面 我们也能看到 卷所对于非术师的人类 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友善 就当死灭回游结界开启 如此严苛的规则下 所有人都有着 能够离开结界一次的束缚 卷所就利用咒术 在梦境与现实当中 向灵异社的前辈道歉 这里已经是相互厮杀的结界内 并且卷所小心守护 这些不愿意参加死灭回游的非术师 保护他们 避免受到无数咒灵的袭击 最终他带领人们抵达安全的区域 在这一刻他却说出了 谢谢你 有和我儿子好好相处 这些细节都呈现出 卷所的个性 但事实上 他也绝非好人 千年前的术师 雷吉不仅认识天元 更认识当时 与自己缔结契约的卷所 雷吉认为 推进结界 将所有人渡往彼岸这个做法 只是一个谎言 这只是第一种方式失败的代替方案 因为结界内强者很大 弱者立刻被秒杀 无法持续永远的战斗 达成死灭回游 雷吉确信者 卷所会在指向下强者的结界内 丢下重磅炸弹 这就是雷吉想要拉拢强大伙伴的原因 这时剧情却带到了卷所 被邀请到中国 面见神秘高层 这一切又把读者搞得更加混乱 因为无法知道最大反派 卷所的真正阴谋 这里我就来替大家归纳与推测 卷所除了要创造新的物种之外 究竟还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个人推测投放炸弹这个做法 大部分的术师将会直接死亡 但有一个关键 不用咒力杀掉术师 术师将会形成诅咒 再加上成为千年术师的容器 如同虎杖与杖像 介于人类与宙灵之间 是否真的能被 现代的科技武器所杀害呢 假如素挪在那时使出气阔 胡杖就肯定不会死亡 这个恐怖的做法 确实就能让日本 陷入真正的诅咒盛世 最后就来说说 卷所与素挪之间的关系 第一种就是两面素挪 启发了卷所 对于人类无限可能的憧憬 毕竟两面素挪是由人类 最终成为诅咒之王 这进而影响卷所 开发新人类的想法 说不定真正的目的就是 创造出人造两面素挪 第二种可能 卷所与素挪是朋友的关系 如同虎杖与浮黑 当时会不会是两人合作 最终让素挪化身为诅咒之王呢 第三合作但敌对的关系 当时在色谷事变 卷所想要复活素挪 仅仅是当成 无法封印五条的替代方案 就当真正封印五条物之后 他对于素挪是否复活 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但诅咒之王的重生 必定深刻影响着卷所 以上就是我个人猜测 卷所的各种可能作为 这些都是从漫画 各种对话当中 结出来的细节 当然最终的剧情 还是要作者一一解开伏笔 最后非常佩服 看到现在的观众 因为卷所这个人物充满谜团 作者并没有太多的描写 都是由零碎的剧情所拼凑 这部可以说是 非常硬核的细节整理 假如你有不同的猜测与想法 也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哦